这只秋天犬正在火车站门前等待他的主人 售票员看到后过来劝他 狗狗名叫巴公 就在前不久 他的主人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而小巴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知道主人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为了等待主人 小巴每天来到火车站门前坐着 无论刮风下雨 小巴从来不会缺席 旁边的人都为小巴这种忠诚感到无比动怒 几年前 主人帕克在路上意外捡到他 看着狗子的体型很小而且身上非常干净 不像是流浪狗或者被人抛弃的样子 帕克朝四周望了望没有发现其他路人的身影 于是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 希望他可以帮忙照顾狗子 等到狗主人回来还给他 不过工作人员似乎对这种情况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果断拒绝了帕克的请求 心地善良的帕克不忍心看见狗子就这样流落街头 于是偷偷将他带回了自己家 为什么说是偷偷呢 因为他的妻子对于养狗这件事情非常抵触 帕克也没想好如何去说服妻子 于是只能先把狗子放在沙发上让他不要乱跑 可小狗的天性总是活泼好动 帕克还没准备好向妻子开口 狗子就已经闯到了他们夫妻俩面前 妻子看见狗子后自然是非常生气 无奈之下 帕克只能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帮狗子找主人 到时候肯定会把他送走 好在他们家屋外还有一个小狗窝 狗子也不至于没地方睡觉 事后帕克的妻子准备好了领养小狗的告示 帕克拿着告示和小狗到处寻求帮助 城市流浪宠物收容所 朋友的书店 甚至街边卖咖啡的小摊都去了一边 不过这些人似乎都对收养小狗不感兴趣 之后帕克想起装狗子的箱子里有一张日文纸条 于是去找日本朋友打听消息 经朋友介绍 帕克得知了一些关于狗子的基本信息 这是一只非常纯种的日本秋田犬 秋田犬在日本可谓是家喻户晓 而帕克既然能和秋田犬相遇 那必定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听完朋友讲的一番话 帕克对手中抱着的狗更加不舍了 为此特意给他取名小巴 小巴深得帕克的喜欢 可是却让帕克妻子头疼得很 前一秒帕克还在为小巴说好话 下一秒他就因为拆架被赶进了狗窝 当天晚上狂风大作 帕克担心小巴害怕 于是带着他一起看起了电视 事后还特意找来一个球让小巴尝试着学会捡球 可小巴却怎么都学不会 巧合的是 帕克的女儿安娜也回家了 安娜也十分喜欢小巴 父女两人抱着他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 见此情景 帕克妻子也不舍得把小巴送走 毕竟现在的小巴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份子 遇到有人打电话想要领养狗子 他也只能委婉拒绝对方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巴也越长越大 时间一长 小巴对帕克愈发的依赖 甚至连帕克出门上班也得想办法跟着 帕克自然不会让他跟自己乘坐乘机列车的 于是想办法将他送了回去 可等到帕克下班回家时 却意外看见小巴早已经在车站门前等他 原来小巴偷偷跑出家门 独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接他回家 从这以后 小巴接帕克回家就成了习惯 附近的人经常都能看到一人一狗一起回家的场景 没过多久 安娜的男友麦克来到家里做客 帕克一家又有了一位新成员的加入 麦克以为小巴会向其他狗子和主人玩捡球游戏 可小巴却并不感兴趣 事后帕克从日本朋友那里了解到原因 原来秋天犬的性格就是不喜欢靠这类游戏讨好主人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秋天犬才会捡球 一天帕克像往常一样外出上班 小巴却朝着帕克狂叫 似乎他察觉到了什么 就是不想让主人去上班 可帕克并没有发现不对 只能外出上班 小巴健壮 连忙捡起球追着帕克来到了车站 帕克很惊讶 小巴竟然会和他玩捡球游戏 到了上班的时间帕克不得不赶火车离开 也就是这天帕克在工作时突然倒下后 就再也没有起来 到了晚上 小巴依然一直坐在车站外等着帕克 可到头来却是帕克的女婿迈克将他接了回去 帕克的突然去世 让一家人都悲痛万分 可小巴对于这一切却并不知情 他依然会准时前往车站迎接帕克回家 帕克迟迟没有出现 他就迟迟不愿离开 没过多久 帕克妻子决定换个地方生活 而小巴则被他送到了女儿安娜家里 此时的安娜早已经和迈克结婚生子 而迈克对待小巴依然十分用心 可小巴的心里却认定帕克还在等他 说什么都不愿意和迈克一家在一起生活 找到机会便从迈克家偷跑出来 虽然他不太认识路 但却一路顺着铁轨找到了以前的旧房子 现在房子里的主人早已经换成了陌生人 小巴没看见熟悉的身影 扭头便离开小院 然后静止前往车站门前的花坛边 坐着等待帕克出现 最后还是安娜及时赶到这里才将他带了回去 此时的安娜深知小巴心里在想着什么 他不想阻拦小巴出门 逼着他过上苦闷的生活 随后将选择拳交到了小巴手中 小巴看着安娜打开大门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静止走了出去 最后再次回到车站前等待帕克出现 到了饿的时候就去附近店里蹭一些吃的 没有舒适的狗窝睡觉就随便找个野地趴着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小巴迟迟没有看见帕克的身影 他就一直不肯离开 久而久之他和帕克之间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甚至有人特意给他拍了照片 将他的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 好心人看见小巴后往往都会给他送一些食物 春去秋来 小巴的年纪越来越大 但无论多么困难他都没有选择离开 这天帕克妻子回到老家准备去看望帕克 在这里他遇到帕克的日本朋友 两人还在车站前看见老太龙中的小巴 要知道狗子的一生其实很短 他们的生命对于人类来说多少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帕克妻子看见老年的小巴心里万分激动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小巴对帕克的爱竟然这么深 激动之余忍不住抱着小巴哭了起来 可即使是他依然也不能将小巴带走 此后的日子里 小巴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花坛前等着 深冬时节 天空飘起了雪花 不远处一辆火车经过 小巴被吵醒 随后只见他慢悠悠地爬起来走到车站前趴着 恍惚间 他似乎回忆起了曾经和帕克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一阵白光闪过 帕克从车站里走出来 小巴激动地跑过去抱住了帕克 一人一狗在这一刻终于团聚了 很显然小巴已经去天堂和帕克一起生活 多年之后 帕克的外孙小妮也养了一只宠物狗 为了纪念死去的小巴 特意给宠物狗取了一样的名字 一人一狗顺着铁轨静直向前走着 隐约间似乎让人看到了帕克和小巴的身影 故事也就此结束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高分佳作 一只狗子对人类的爱竟然能到如此坚定的地步 这大概是许多人类都无法企及的 在同类型的动物电影里 本片一直都无法被超越 以至于它越来越经典 越来越被许多人所熟知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你 可以去刷刷原片好好感受一下